習近平還在想一套很古老的東西 很古老的所謂一套發展論 和我們現在在做的那套東西是格格不一樣 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 但是最慘的就是沒有錢 它現在的夢開始讓它走倒出來 而且它很幸運 現在普京差不多讓了首領的位置給它 它叫做領導 人民領導 讓了位置給它 俄羅斯實在真的沒有錢搶這個位置 沒有錢 既然這件事情發生了 怎麼呢?它怎麼去賺錢呢? 這個就要想了 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思維 這個人實際上都不會小看他 他沒有怎麼樣的 他講他做的了 當然他的想法和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他覺得他做得很對的 他覺得他那字是有民主的 我們那些不是民主的 這樣感覺 所以這幾天在改革黨章 說他那些字是民主 要拿他的思想寫到黨章那裡 他講到自己好得不得理 這些事情很難說的 你就知道了 他們那幫人聊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沒錢怎麼辦呢? 有其中一個做法就是靠打仗 那它周邊呢 它周邊呢 一個韓國 一個日本 一個台灣 香港已經拿了 不用說了 香港不是那麼重要 對他的那個所謂科技的將來 但是韓國 台灣 日本 是非常之重要的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 習近平最缺的事情 最缺的事情 他實際大陸那些所謂科技 還是差很多 如果他可以攻佔韓國 日本和台灣 那他就真的可以買一段時間 他可以真的跟美國 美國對行 因為美國呢 都很靠這三個地方 韓國 日本和台灣 很靠他們 幫美國做一些硬件啊 這些東西 他們那個製造能力 台灣 日本和韓國的製造能力 包括大陸都有製造能力 這個都是很強的 如果大陸拿了日本 韓國 台灣呢 就是他的想法 那他就以為他搞定了 說到最後就是 還是這件事 他想在第一島鏈那裏 去第二島鏈 然後呢 就是美國管太平洋的東邊 他呢 就是管太平洋的西邊 他就達到他的夢想了 要達到這個夢想了 他是不惜一致 他這次呢 拿了統一台灣呢 寫在那個檔章那裏 這次改檔章了 他拿了統一台灣呢 沒有統一台灣 寫在那裏 所以拿了台灣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韓國和日本呢 他就 應該就是 很有機會拿了 拿了 因為 台灣、韓國他們變了去 運貨去歐洲 那裏被它控制了 俄羅斯 這次他搞定了俄羅斯 可以這麼說 俄羅斯缺錢 缺錢就搞定了 有一條巷線 一定大家要清楚的 就是北極巷線 現在北極開始融著 那北極那裏呢 如果運輸 不走南邊 走北邊 就是一直走去俄羅斯那邊 接著北極那邊 就下回去北歐 下回去北歐 就 下回去北歐 比如下回去 波爾的海那邊 然後用火車運輸了 整個歐洲 這裏可以省回差不多 一、兩個十天左右的運輸時間 差很遠的十天很厲害的 而且還可以省錢 那麽呢 俄羅斯那些破冰的船 用來護航 那麽我們要去台北 這個這裏 是也可以用來走北極 大陸 這個 臺灣的船 就是這樣 小木工資 要去台北 要去台北 然後這個 中國說 美國是 那麽 就是 第二個 但是 北極 北極現在俄羅斯在那裡霸佔 那幾條海道 海的獨通道 在那裡霸佔 現在美國當然想著 就一直打幹普京 抓到普京 直至拿俄羅斯 就全部吐出來 然後俄羅斯就按照美國的想法 來幫它解體 按照北約 就控制俄羅斯 但是呢 現在習近平 北京當然沒有想著輸的 他們要想著 他們還要霸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他缺錢 怎麼樣呢? 我猜都是強硬來的 就是用戰爭 用強硬來的辦法 用它現在那套專制 來控制人民 怎麼再拿些錢出來 來完成它這個整個夢想 這個所謂強國的夢想 現在他就在想著這件事 他願意付出代價的 我們呢 我們就不是很清楚的 我們很多時候呢 因為這件事呢 香港一般的就沒有怎麼留意 因為它對俄羅斯也沒有什麼興趣 對中亞也沒有什麼興趣 對中東也沒有什麼興趣 對南亞也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我呢 就喜歡做生意 我到處去 包括非洲 所以我對這幾塊東西 而且中國的所謂它的intention 就是它希望拿這幾塊板塊 連起上來 這個是它想了很久 這個夢想它想了很久 所以我就了解它現在在做這件事 你被製造一 millones 新年製造的 唯一蟒 它新年製造的時候 以 dokładűnome centeri 所以你說什麼東西 你不是示威自己的 也不是很一樣的 他曾經有這樣的夢 但是沒有實現 但是蒙古人都明白 蒙古人曾經是吉思汗打到那裡 這件事他會付出很多很多的代價 所以我們香港人對一帶一路 以為是東南華的那些所謂 根本沒有關係 一帶一路就是他這個夢 這個三塊板塊歐亞非 歐亞非 三塊板塊怎麼樣 這個大市場他要控制下來 大的人口 大的市場 這個他覺得是國際真正的世界中心 但是美國他們就是控制了海 一個控制了海 一個控制了陸地 那他會怎樣做? 美國又會怎樣做? 當然 我就很相信美國的軍 國防工業 非常之相信 就是沒有得比的 但是唯一現在的爭記就是 他們這幫人都有核武器的 中共中共供給他們的 北朝鮮 中共 俄羅斯 伊朗已經差不多有了 最理下都在搞俄羅斯幫他們的手 這個全部是核武器 所以這個現在唯一的因素 正式來搞呢 就是 就是這幾個國家有核武器 這幾個國家有核武器 所以這個現在唯一的因素 正式來搞呢 就是 就是這幾個國家有核武器 是搞不過美國的 搞不過西方 搞不過北約 北約是很強的 現在還在增加軍備的 今次 烏克蘭之後 但是一搞到核武器 這場仗怎麼打呢? 當然總之打下去 都是西方是贏的 但是呢 西方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說まあ核武器 它都一定要戰勝 這個就是知道了 可能會 西方可能會和它談判了事 可能和它談判了事 所以大家都在 ahí急著 到底最後西方是怎樣針對這個事情 這個已經形成了的 這個兩極 已經絕對已經形成了的 是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用戰爭解決 用核武器解決 用經濟解決還是用什麼解決 因為他那邊都發了狼 最後他既然有這個機會 他說是做男兒 他真的會進一步 所以他的目標是台灣 日本 和韓國 如果他有了這三個東西 差不多就如虎添翼 天翼就絕對可以和美國抗爭 是差這幾塊而已 所以他對台灣是非常重視的 寫下去黨章那裡 當然他越是急 他真的急前才急前 因為現在地盤已經滯了 但是要錢來操控這個地盤 他急起上來 他要搞台灣 或者在其他地方發生時端的話 就是可能會提早 就是最後的解決 解決 解脫 最後的解決 會提早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美國很清楚 美國很清楚 美國就會爭取印度 因為印度給這麼多事情做 爭取東南亞 但是這裡不是關鍵 關鍵還是中共的實力 中共的實力當然和美國都比了 但是它的核武器的實力 和俄羅斯的核武器的實力 如果大家一起 他們兩個合作 美國是很難撐的 現在尤其是有了那個所謂 超音速導彈 超音速導彈 俄羅斯就可以在北極那邊 經過北極 向美國發射 中共那邊已經準備好了 經過南極向美國發生 就是說美國就不只是 兩個大西洋和太平洋 而是還要顧及北極和南極的侵略 這個就是 當然還是太空了 不過太空看起來呢 現在有了這個Mars的 Starlink 是很難的 中共就很難得逞 可能太空中共輸了 輸了 它可以上百分落 人家的衛星打下來 太多了 再過多幾年 只是Starlink有3萬粒 你打得多少 你打得多少 打最多人給你打幾千粒 已經不得了 要射火箭上去太空打得人的 不是你說人家都會打得你的 所以太空那裡就好得玩了 絕對不夠美國 現在Mars是和美國的國防部 和NASA 太空直接合作了 差不多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太空那裡就戰下風 空軍也是肯定美國戰上風 海軍也是戰上風 陸軍今次你看完烏克蘭那場戰爭之後 陸軍都美國戰上風 是吧 唯一就是核武器 核武器 信息美國都戰上風了 你今次看了烏克蘭那場戰爭 整個信息 美國根本就控制了 整個戰場的信息 俄羅斯什麼都拿不到 那中國比俄羅斯厲害 沒辦法跟美國比 它這個是整個系統來的 不是只是一個 只是靠無人機的一件事 整個系統 真是抓住 我看這次就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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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戰略核武器 大家全部都掌握著那裏 其他沒有東西 不是美國的那裏 差得太遠了 差不多燒學生 對大學生 我都不斷地在這兩年多 我都在說核武器的問題 這個東西 不是他們核武器戰爭 而是核武器的夠膽用 他不怕死人 他不怕死人 他那些死人沒有那麼大骨頭 他贏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美國的致命傷 怕死人 全世界都怕死人 唯一就是他們 俄羅斯也好 你看這次俄羅斯 死了6萬人了 這場章 死了6萬人 已經有了統計了 抓都抓不到的 死了6萬人 你有沒有看 眼睛都不眨 普京眼睛都不眨 6萬人很厲害的 就是在阿富汗的4倍 阿富汗死的時候已經死了 當然這個東西 這件事將來在俄羅斯國內 肯定有紅 因為俄羅斯沒有防火象的 那些人說話什麼都說 所以他們發現死了那麼多人 就不是說話了 那個人說 哎呀 拿回娃娃娃好 那時候慶高彩了 當他發現他到處隔壁死了那麼多人 就不是一件事 不是同樣的心理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說美國的形勢 就是說我們看的東西 都是看一些細節 什麼 習近平和誰聊天的那些細節 但是看的去勢 就是這個所謂整個地球的差 但是西方不是這樣 對這些沒什麼興趣 你說美國 美國什麼時候 美國什麼時候去搞 美國什麼時候去搞 別人的國家 他沒有這麼想這些東西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對不起 我要開會 不好意思 拜拜